跨年即将到来,王一博将以新歌和舞台亮相,这一次的曝光度更是达到了井喷式的程度。 听说他的新歌风格大变,不再是以前的嘻哈和治愈戏,而是更加个人化的曲风。 这次王一博亲自参与了创作,填词应该是他自己的感性之作,今年对他而言具有特殊意义。 这是他转型电影圈的一年,从年初的无名到武艺的长空再到暑期档的热烈,票房成绩均在9个亿左右。 同时,这也是王一博的收获之年,名利双收,口碑逆袭,实力得到了肯定。 因此,在新歌中,他会表达自己的感慨与感恩。 在新歌中,王一博可能更多地表达幸运和感恩之情。 他是一个有能量的人,喜欢向大家传递分享正向能量的人,同时也是一个他是做事的人。 这次的准备工作充分,估计就是想要传达他的这份感恩之情。 无论新歌采用何种取分,我们都期待着王一博的新作品,因为我们对他的喜欢不同于对爱豆。 演员或明星的仰慕而是带着一份欣赏的态度,到了年底各种活动晚会如火如荼。 对于明星艺人而言,这里是展示流量和曝光率的地方。 很多人认为王一博已经和同期的艺人拉开了差距,完成了飞身。 但这听起来有些好笑,因为在过去的一年里,王一博的作品屡屡获奖,他本人也被提名金机奖男配角可见其演技之高。 此外,他的热度也一直如火如荼,即使有时候会出现短暂的低潮,但他的热度很快就会恢复,粉丝们一直在支持他。 总之,王一博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艺人,他的成就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实力,更是因为他的勤奋和努力。 相信他的新歌也会是一首充满感慨和感恩的作品,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品。 小肥腰听说王一博即将在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上亮相,不禁兴奋不已。 毕竟,王一博是当下最热门的艺人之一,在音乐、影视等各个领域都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。 对于湖南卫视来说,能够邀请到这样的大派明星来参加跨年晚会,无疑是一件非常值得庆幸的事情。 然而,在晚会之前,湖南卫视方面却有一个非常尴尬的问题需要解决。 他们需要找到一种方法来增加晚会的热度,吸引更多观众的关注。 毕竟,跨年晚会作为一年一度的重头戏,对于任何电视台来说都非常重要。 湖南卫视也不例外,于是他们不得不想办法拉拢大IP,让他们来参加晚会。 而在当下的娱乐圈,没有哪个大IP比王一博更加适合这个角色了。 毕竟,他有着庞大的粉丝群体,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,都有着极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。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,王一博的粉丝们自然也是异常兴奋,纷纷表示要去现场支持自己的偶像。 然而,小肥妖却认为王一博已经不需要通过参加跨年晚会来证明自己了。 毕竟,他已经拥有足够的人气和作品口碑,不需要再通过参加晚会来吸引更多的关注了。 相反,他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和时间放在自己的作品上,不断提升自己的实力和影响力。 毕竟,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获得持久的成功,才能在娱乐圈中立足并发挥更大的作用。 总之,王一博的加入无意为湖南卫视的跨年晚会增加了一份光彩,也为他自己的事业注入了新的动力。 希望他能够在未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,成为更加优秀的艺人。 对于这件事,大家有什么想法?请在下方评论区留言。 我们下方评论区留言。